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合掌瓜 可以开胃 令大家有食欲 这个汤很清甜 很好喝 如果想知道详细的做法 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歌 这些就是所需要的材料 好了 今次会多些材料 还有详细的食谱 给大家参考下 花斗 微甘 盛平 可以健脾去湿 保神壮阳 花斗的样子有点像神 所以又被称为神斗 也都有斗中之王的称号 将花斗 洗净 用水浸泡一个小时 费用水浸泡一个小时便会适合 2米 未甘 淡 性微寒 可以泥水去湿 清热排浓 因为生意米比较寒凉 所以我就会加上熟二米 将买回来的生意米用白锅炒一炒 炒到微微金黄就可以了 生熟二米的比例可以随个人喜好去调整 今次生意米和熟二米的比例是2比3 我就落多少少熟二米 将生熟二米洗净 浸30分钟 然后晴干水备用 蜜棗、味金、盛瓶可以润肺养心安适 今次我就用蜜棗 因为有个家人不吃椰棗的 将蜜棗洗净 浸10分钟 然后倒走点水 如果你是用十年以上的蜜棗 可以不需要刮蜜 浸完之后 直接用蜜棗 把蜜棗洗净 保留下浸层皮的水 稍后倒进去一起熬汤 苹果可以润肺、新浸、开胃 今次我用的苹果是蛇果 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用一般的苹果也可以 但可能熬出来的汤就没那么甜 用水冲洗一下苹果 再用热水浸苹果5分钟 这样可以浸走大部分的蜜 然后用刀刮表面剩下的蜜 再将它洗干净 然后切块去心 盒掌瓜又叫做佛手瓜 眉甘、盛温 可以里气和中 梳干止咳, 健皮开胃 我自己很喜欢用盒酱瓜煮汤或炒菜 因为我们会连起皮煲 所以一定要拆洗干净盒酱瓜的表面 如果看到尾部有点尖刺 可以用刀批走 然后把它去核切块 今次买了带来的红萝卜 红萝卜, 美甘, 盛平 可以健皮和谓, 保光明目 清热解毒, 把红萝卜洗干净 我今次忘记留些皮一起去煲汤 按照以往去皮 其实红萝卜的皮有很多营养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就是拆洗干净之后 连起皮一起去煲汤 希望我下次记得 因为有时会习惯了 把红萝卜切块 最好, 破开心 这样更加容易释出甜味 这次煲汤没有加肉 我就用栗子去代替肉 栗子未甘, 性温 又被称为肾脂果 可以保肾强腰, 养胃健皮 煲汤我通常就买些去殴去医的栗子 看看有没有撞烂的位置 有的话就切走它 然后洗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今次用真空煲煲汤 将所有材料放入煲汤 加水 大火煲滚 然后转小火煲10分钟 之后将内锅放入外锅中 关锅 剩下2-4个小时 有时间最好放久 放到4个小时 4个小时之后 拿回内锅出来 用中火煲10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喝汤之前 加少许盐调味 如果是用一般汤煲 加完所有材料之后 加多些水 要比起用真空煲 加多500-1000毫升的水 大火煲滚之后 转小火 煲1个半钟 这个汤就已经很清甜 很好喝的了 这个汤可以清热烧暑 管煮高把烤烤烧烧烧 hust 松干开味 很适合夏天喝吧 如果你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一个inii 梦 Glasgow 按讚、留言和分享